中国时报早报焦点 但您看到马英九总统在昨天上午参加 卢竹香五福宫五朝其安的建教建庙 350周年庆典 那么走入观众席时候呢 和民众互动 有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呢 伸出了这个手 摸了马总统的大腿一把呢 让马总统是吓了一跳 她热情的举动立刻被随护给制止了 但是抱得马腿的妇人 她是笑脸盈盈 频频比赞 而对于这样的突发行为呢 国安特勤也定调 这是热情粉丝的突发动作 没有惩处的问题 马总统之前参加人权纪念日活动时候 被民众丢鞋抗议 带头的民众在昨天遭到警方约谈 没有想到深渊的民众就在警局门口 再一次上演砸鞋丢包包的戏码 操着马总统的海报狂砸乱彩 场面险些失控 带头的人士说砸鞋是言论自由 是要表达对于马总统的不满 没有想到这样也要被抓 抗议官兵迷反 马政府欺人太甚 不过警方强调 这群人是违反了机会游行法 又涉及侮辱公诉刑责 那么请他们来到警局了解案情 与法有据 我给你来到警局了一个ここ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